好,我们来看一下策略层 我们这儿再看一下策略层 它有两个层 一个是这个内建层 一个是用户层 内建层 一个是内建层,一个是用户层 内建层里面还有两个 刚才其实看到了 就是一个内建的策略 还有一个FARPOWER推荐层 两个 然后用户层默认如果说你不创建新的 你看这个可以创建新的 如果说你不创建新的 那么所有的修改叫MyChange 你也可以创建新的 创建新的也可以创建新的 和创建共享的新的层 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上面这个摘要 最上面只是一个摘要 最上面只是个摘要 没有什么太大用 好 然后呢 它又会介绍高优先级高的比低的更优先 比如说下面这个虽然说禁用了 上面打开了 那么反正上面就是优先 上面说了算 上面比下面的优先 所以说这就好处就在于 它可以让下面之中去升级 升级完了之后呢 你改的东西还是来的 还一旦改了 它的升级其实对你改的东西是不影响的 它只会影响那些你没有改的东西 这就是它这个设计的好处 Share层 Share层很有意思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这个层可以Share给其他策略用 什么情况下呢 你看它下面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它说你可以做一个master policy 你把重要的 比如说保护微软服务器的 做一些策略 保护数据库服务器的 做一些策略 保护网页服务器的 做一些策略 然后呢 公司整个全公司的一些策略 你也做一个这个层 请注意啊 就说你做很多这些层出来 都叫做Share层 OK 比如说我再做一个 我随便 随便做一个啥 这样 这是我Share的 这个Share是我Share的 应该是这么 我再创建一些其他的策略 我先创建一个层然后呢去点点这个层 你改一些东西点这个层允许被Share出去 我先创建一个层然后呢去点点这个层 我们先感受一下 我来给你笔画一下 首先那里可以创建一个层 然后呢 然后呢 你把这个层点那个钩说我要Share出去 你当然你这里可以改东西啊然后你给点个钩说我要把东西下出去 好 只要你Share出去那其他的 策略 就可以再 就可以添加你所Share出来的层 进去 这个稍微慢慢 就是在这边你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你改了东西 你点说我Share出去 好然后呢你再创建一个另外一个 IPS策略 然后呢你可以把别人分享的比如说你看我允许他Share出去 我允许他Share出去 我允许他Share出去 对 好你这个时候要注意 你要生效先得把这个策略给提交了 因为有Share 所以说他引用了我的Share所以这提交那边也会有影响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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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有点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可以把这个线 策略给加进去 你就应该这么来设计这些东西 太忙了啊 然后呢还有一些高级选项 小选项一会再点啊 我前天还是确实把这个 忙完 就把这个数换 这边 感谢观看 然后就是高级选项 我们把这个谢尔城说完之后 再说一个高级选项 突然一下怎么办 我们先看一下我的截图吧 高级选项首先你要先激活它 然后才能够进行编辑 那么大概有些什么样的高级选项呢 第一个就是是否去收集敏感数据 这个好了 我们再试试看 谢尔城 那边创建了一个谢尔出来了 然后这边就可以在就可以把别人的谢尔出来的城给添加进来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城市化的设计 首先有城还能谢尔 这是他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些设计确实比较领先一些 高级收敛就大概可以做一些调用 是不是收集一些敏感数据 比如说一些信用卡号啊 收入保障号啊 你是不是需要去对它进行收集 这是一个 然后对日资的这个数量 就是我不希望日资过多来拖垮我的系统 所以说我可以对全局的这个日资的数量 每个元或者每个目的 或者说两者之间产生的日资数量进行控制 默认是60秒一个日资 你可以对对它进行限制 比如说你看添加一个谢尔城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就能够把刚才我们那个new share 那个城你看添加到这边来 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那边做一个城 就是A的一个layer 然后呢 做了修改 把它点给Share 然后这边可以添加一个Share层 把它其他的添加过来 这个设计也是不错的 然后就是一些高级选项 敏感信息是不是收集 然后是不是对日资的数量进行控制 这都是可以做的 然后是不是把一些日资通过 Syslog和SNP发出去 这就是它的一些高级选项 这个好了 比如说高级选项 看一下 比如说默认是不收集敏感数据的 把这些功能可以激活 激活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对它进行编辑 就是在什么样的协议里面收集一些什么样的真正表示匹配的一些 关键信息 突然一下好慢变的 好然后呢 这是全局的一些预值 就是说 要限制一下日资的数量 否则日资太多会脱靠我们的系统 下面就是把这些 就是把这些告警通过SNP和Syslog往外发 OK你可以去架一个 这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FMC的East Drainer 它就专门来帮你做这些关联的 它就有点像IBM IBM那个SIEM 我也解释一下就是那个 安全视线与管理就是 有一个更牛逼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能够把 网络的路由器和交映机的防火墙的 所有东西都收集到这个地方来 来进行统一的关联与分析 请注意FMC其实只是把Firepower产品来关联进行分析 但是呢 这个SIEM应该算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 关联进行分析 这个做的最好的就是IBM 今天我还发了一个博文来说这个东西 就是斯科的这个Firepower可以跟IBM的这个SIEM系统进行合并 那个 他那个IBM的这个SIEM是最流逼的 他的后台 后台团队是Exforce也是一个非常流逼的黑客团队 那么FMC这块呢是斯科Firepower这块的这个 网管中心 他们俩可以联动 Firepower是后台是 TANOS 所以说这两个合在一起相当于TANOS和Exforce联合在一起 那这个就相当牛逼了 他们是可以联合工作的 你看后面可以编辑 收集一些什么敏感信息 这是收集敏感信息 然后呢 这可以设置一下这个 日资的数量 不会日资太多造成把系统充垮这问题 好刚才也看到了 做了任何的任何的修改之后 你就应该去提交 修改 然后不属 才能生效 提交 刚才也说过了 好他还会跟你说 如果说你没有提交 就说呢你完全没有提交 然后就切到其他面板 那么你做的修改是给你保存的 在这边啊 你没有提交 然后切到其他面板 然后呢他是给你保存的 一直给你保存的 甚至这个系统都崩溃了 重启了 他还给你保存着 等待你 未来 提交 相当于可以存在硬盘里面的 你就能干其他 然后然后呢 回来什么事都可以等你提交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你看你现在在改这个策略 如果说你想改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我现在不想改这个策略了 你要 改另外一个策略的时候 他就会 要你做决定了 要么你就把它提交了 要么就把它忘记了 才可能去改其他策略 这个有个要 就有这个特点 就说你把这个改了 你 你到其他面板去干其他事没事啊 就是这个一直保存在这儿 甚至机器都重启了 机器都崩溃了 重启了 都没事都在这儿等你提交 但如果说 你不想改这个策略了 就是IPS策略 不想改这个ASD 想改那个系统摸针的策略 那好 这个事一定要做选择 到底是把它扔了 还是给它提交了 然后切换 这个 调节一下 好 变量刚才说过了 其实刚才也说过 很多了 为什么起 为什么要做变量吗 变量东西好理解吧 就是 类似于防火墙的object 和 变量级就是object group 很简单就是做了东西 它可以反复的被使用 这样的话就算是 你想想就算是他们升级了这些signature 但是这个变量其实还是不变的 变量又跟它这个更新 没有关系的更新 你继续更新 但是我的变量级理都不了 我这定义的依然能够运用到你的更新里面去 首先反复能够使用 它可以定义 原 这个原木地址和端国号 可以反复使用 有变量 有变量级 然后呢 这个跟你的策略也分离了 你升级里的策略变量级还是继续在这的 好 最重要的他说过 他说最重要的要定义什么呢 定义 这一定要定义的就是你要保护的网络 确认一下哪些是内部网络 这个就影响什么 最开始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影响 impact level 就跟这个有关系 是吧 你一定要是内部的嘛 好然后呢 你也可以考虑定义外部网络 不定义的话 那就是any 好然后呢 你还可以定义你们公司的http 服务器 还可以定义你们公司http的端口号 这些都应该好好的去定义一下 变量做的越精确呢 你的你的分析就会越 越这个变量越细 那么你的分析就会更加有效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这些 你们的服务器呀 http服务器呀 定义的服务器呀 这些网络一定要定义好 这是一个需要定义的 你看很明显这个homelight是比较重要的 默认的不硬是any的肯定就不靠谱了 如果any的话 那所有的那个影响level都是0 都是broad 未知的 OK这个好了之后 好变量级我们刚才也看到过啊 就说这个我就 不修改了 我直接切到其他地方就行了 那就是在调用策略的时候不仅要调用IPS策略 策略 还要调用相应的变量级 而且刚才我也演示了 就算连默认的这个策略也可以调用变量级 OK 好变量级刚才也看到了变量级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用都是可以的 变量级 建议创建不同的变量级默认 默认级的任意变量的值 决定了所有的就是默认的一些值都是你创建一个新的时候的默认值 一般来说都是在访问控制策略的某一个条目里面调用的 好 他这又说呢 你当然应该为IPS策略充业一个访问控制策略的匹配流量 你应该非常精确的来匹配 那些 用IPS分析的这些流量 你越精确控制的越准确那么这些 错报啊漏报啊 他就会比较少一些分析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日子也会比较少一些 你看一下 就是你应该精确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比较奔放了 应该非常精确什么圆什么 圆重目的重 圆地质目的地质用户地点什么什么什么协议应用 你尽量的精确 然后给他调用到这个IPS策略上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你看 定义一个 去往DMZ的网页服务器的这个流量 然后给他关联 将相应的入行策略和 将应的这个变量级 这就是一个比较推荐的策略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 他匹配流量可以特别精确 下一条防火墙嘛 什么协议啊应用啊用户啊 地点啊 都是可以匹配上的 不同的位置应该有不同的策略 比如说有边界有DMZ有VPN 应该有不同的 策略匹配不同流量 关联不同的 入侵策略 好 然后他又会说 那么 这个攻击会不会产生告警 攻击会不会产生告警 跟入侵策略的设置有关系 但是呢你能不能看到这个绘画的连接开始和结束 跟你的这个 访问控制策略的配置有关系 他在说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说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这个你匹配的这些流量 开始的日子和结束的日子其实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好 如果说这有一个攻击那么这个攻击会不会有日子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跟你的特定的规则有关系的 就是有些规则他可能就会产生日子 有些规则可能就不会产生日子 有些规则可能就会丢包 有些规则就不会丢包 他跟这个有关系 这东西跟你某一个具体的规则有关系 就是你要看 你要看具体的规则 这个规则到底产不产生日子 他产生日子就会产生日子 一般都会产生日子 这就在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一个话开始和结束你想看到 那跟访问控制策略有没有起log有关系 那么匹配这个入侵策略有没有日子 那是跟这个 策略那个规则有没有激活日子有关系 一般来说都都会有这个日子存在 但是pass就没有了 好 又来了 性能设置 同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性能设置 这个奇葩的东西特别多 又是性能调优 他的性能调优确实是 挺细节的那些东西 依然在防控制规则里面你可以做 很多的性能调优 大家我觉得今天听我的课至少 有些新的概念大家应该了解就是 知道有东西 大概的什么地方 具体的条 具体的条 我们会在证课里面讲 性能调优 这个地方 性能调优 OK 好大概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他会有这个每个包 的有每一个包 能够做 同时做多少次他的内容的分析 这是一个 然后呢还有这个 就是 他会统计他的这个 这个IPS这个 这个防控制策略是造成的这个性能的消耗 这个统计的性能消耗的统计信息的这个统计周期 可以 调整一下如果 统计周期更快就会及时的看到这个性能的问题 好然后呢他这有一个叫做排错选项 这是排错选项里最好不要激活 除非有TAC的明确让你去激活他这个TAC 这个排错选项 好还有呢就是政治表达式的数量的匹配的限制 你也有 好还有每一个包相关的日资的限制 就是每个包会有多少个日资跟他有关系 这个也是有 可以控制 这就是性能调优啊 还有一个延时控制 就是还可以说定义 不能超过多少秒的这个 延时 他有个延时控制 这是一个 采样周期这不是 我看他延时控制在哪啊 他有一个延时 延时控制 这个东西疼得很深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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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时控制 可以自尽印 可以做延时控制 就是说我可以控制 这个很有必要就是说 他说 我能够控制一个包最多能够被我这个处理的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这个处理时间控制在这个方位内 如果说 超过这个方位我就会让他过去 就是你还可以 性能可以控制啊就是多少 一个包多少分析啊 一个包多少日资啊 然后还能够控制这个处理的包的延时多少 不能超过这个延时延时要得到保障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也比较流比较做 看一下啊 刚才有性能分析了啊 有性能调优啊 有这个延时调优 还有一个智能的应用bypass 这个比较深 如果说你激活这个东西 激活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定义 说当这个 突然这个 流量特别大我性能突然顶不住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考虑 对一些比如说 你信任的 而且流量又比较大的应用 比如说这些低风险的 啊 比如说这些低风险的应用 OK比如说这个跟跟跟那个工作很有关的这些应用 那么我认为 在关键时刻我实在顶不住了 那这些这些应用 我不管了 我让它过 OK 就这意思 就说我可以在 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放过 我不管它了 还有就说超过了某一个处理实线 那就让那个包裹 还有这可以限制每个包的匹配的 这代表的数量啊 数量啊都可以调优 你看这个调优的 调优的细节很多了啊 好 现在又到安全智囊 还是就是这个反复在说啊就是他就回来讲那个部分了就是在讲那个 基于深入的过滤 啊 他有 白名单黑名单啊 你可以自己创建的 可以有网络的就是IP的级别的白名的黑名单有DNS的白名单黑名单有URL的白名单黑名单 他举了这个例子特别有意思 他说你看有IP的黑名单白名单DNS的URL的 他说 他说如果有IP的黑名单 可能不特别好因为 一个IP地址很有可能你知道有些托管平台一个地址其实有很多的网站在一个地址身后的 可能你只是这个暂点有问题你把这个IP地址干掉这个就灭掉很多东西了 所以呢 如果说你确定要把这个IP地址灭掉那就别的说把它干掉那后面的所有的网站都被干掉 好如果说你觉得 我不想把这个IP地址干掉我想把后面的网站某一个域名干掉那你用URL的DNS来干掉这个域名把它干掉 当然你还想说 我其实也不是想把这个站点干掉我只是想把这个站点的某一个链接给干掉那应该用URL来做更精细一些 IP是最粗犷的第2是DNS的第3是URL的 他给你举了这个例子我也觉得这个例子举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可以把一个东西放到黑名单 你可能也会想说放到黑名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时候你放进去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用右键给它 做这个monitor only 我先不要丢我先测一把 这是有的 可以的 好还有一个这个也可以简单看这是我们上课也是要讲的 这是上课范围啊 就是这是一个DNS策略 DNS策略 DNS策略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DNS 首先你把DNS放过啊 你的DNS如果过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 匹配某些域名 如果说这个域名匹配上了你可以做相应的域名啊 如果说这个域名匹配上了我有几个什么策略呢 把名单挂了 然后监控 他的相应的解析我们也不影响他 直接把这个请求丢了 就像里面的客户就解析不了 超时 就怎么会没有反应 然后呢 给他回一个domain没有找到就是 不超时 但是我直接给你回说没有找到这个域名 在这边啊 这个DNS策略就是可以 让你去匹配一些DNS的域名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策略 就是你可以匹配一些 DNS的一些域名 OK 比如说什么中啊什么网络啊 你还可以匹配一些DNS 你可以匹配一些DNS的域名 然后匹配上之后呢就能做这些 这些行为比如说让他过 然后后台看看监控 给他直接回没有找到 把他给丢了 让他超时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Thinkhole 我来说这很有意思啊 就是如果说 你的机器一旦被 中了木马 他一般来说呢就会去连接他的黑客 这个黑客那个远端控制端 他一般是用DNS解析的 不可能是IV地址 就是他会用DNS解析他的 他有连接的那个 黑客那个服务器 他会解析的 这个时候这么回事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怀疑这个机器 他是 他是在连接远端 你怀疑他的连接远端 但是你不特别确定他真的是连接的一个恶意站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Thinkhole这个技术 你知道他解析的一个域名是吧 你就基于他的域名给他回一个 Thinkhole的你要创建一个Thinkhole在那个 防火墙上面 这样的话 你可以通过Thinkhole给他 回一个域名就给你回到那个Thinkhole的概率上 那这个时候客户认为我解析到了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主动去连接其实现在位于防火墙上面那个Thinkhole 然后呢 防火墙呢 就会伪装那个目标跟他建立TCP 然后呢就可以分析 这个被 控制的机器向这个目的发送的流量 然后通过分析他发送流量来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恶意的链接 就这么玩的 Thinkhole 就说你低音量之后你可以 给他一个Thinkhole然后呢防火墙上做一个Thinkhole 然后把流量引过去 然后呢用IPS来分析他大概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技术啊 那么你不要用IPSete的便宜 然后我进行万一顺当质的 这边是很试图的 同意的步骤 就是这个肩图的